首先的話這個題目 這個 303 這一題 主要就是有點類似剛剛這一題的需求 第一個這個一樣把 這個 data frame 先把它產生 那因為這個題目 已經給我們基本的架構了 也就是說它上面這個 column 就欄總共有四個欄 然後底下的 index 好像總共有十個吧 那底下的 data 已經有了 所以最後只要把它 print 出來就OK了 那這個東西這個 這個部分的程式碼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34頁這裡就好 就是 import 所以我要產生一個 這個 data frame 那當然會需要用到 pandas 然後呢它這裡面已經給我們 data 而且也是一個二維的串列 已經幫我們串好了 那這個是第一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應該三重 三重的資料 你會發現index也有了 index裡面是三重4 那後面有個題目是要我們把它改成三重區 OK 那colors的話就是西瓜的價錢跟西瓜的量 然後呢相關的價錢相關的量 這個資料應該是從那個什麼果菜市場 我其實好像這個資料可以在開放資料裡面找得到 不過好像比這個多很多 它只要用截錄部分資料 然後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資料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一個 data frame 所以把上面一、二、三放過來 然後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print出來 那就可以看到我們要的這個 data frame 所以我們把它print出來 一樣在到這裡底下把它註解一下 先不要顯示 那一樣我把這個data frame把它print出來 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再來我們再做後續的動作 所以第一個資料run run出來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是colors index data 那另外的話呢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它這個給的參考答案 其實也不盡得一定要完全照這樣的方法寫 那哪些地方可以修改 我是覺得這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 寫得有點囉嗦 比如說它是colors等於colors 然後index等於index 這個有s,這個沒有s 那跟各位講 那為什麼要加這個東西 假如說呢 你給的參數 假如是按照它的順序 放的話 那其實理論上 colors等於這個其實不用加 這個是參數名稱 後面才是丟給它的資料 所以理論上 這個後面的colors 其實就是指的是這個 意思說把這個東西丟到這個裡面 把這個東西丟到這個裡面 但是我查過 這個data frame的順序 應該是先index再colors 所以如果假設 你前面這個參數名稱不要加的話 不要加的話 你可能要稍微調整一下 把什麼呢 把index放第二個 把colors放第三個 那是可以不用加的 因為如果你假設是按照它那個 就是這個data frame 後面需要的參數順序放的話 那不需要加參數名稱 但是如果你沒有按照順序 那你就要加 所以這個地方 可能跟各位稍微補充一下 這個觀念不是只有python是這樣 其實在其他的程式也是一樣 像那個vpa裡面 其實也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假設我們把它清簡之後的話 執行 那結果應該也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看起來我會覺得比較清爽 像我自己個人習慣是 程式如果多一些不必要的東西 我的個人習慣一定會把它清掉 所以順便跟各位補充一下 那後面的話呢 接下來它要我們做什麼 就是按照什麼 西瓜的價格地減排序 所以你會發現 所謂的地減 當然就是貴的在前面 然後便宜在下面 所以如果想知道說 到底北中南西瓜的價錢 到底是北部比較貴呢 還是南部比較貴 我理論上應該是產地比較便宜才對吧 不過好像不是這樣 有沒有 產地好像 反而你會發現 最便宜的居然是在哪裡 在板橋耶 蠻吊詭的 三重也很便宜耶 反而最貴的在哪裡 不過你這樣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可以排序一下 怎麼排序 很簡單嘛 你就使用一個叫什麼 叫Source Value的方法 就跟剛剛一樣 那後面的話就是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什麼 按照什麼來排序的欄位 所以在Column by什麼這個地方 加上什麼 西瓜價錢 那如果你要地增的話 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地增 你這個就不要加 不加的話 就是越來越貴嘛 那如果地減的話 就是加一個Ascending 等於Force 或者等於0也可以 我剛剛講過 等於0 那它要我們做的是地減 然後呢 把它排序出來 排序出來呢 假設我們全部排 全部把其他欄位都顯示的話 那就是把那個DF1顯示出來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如果排完序之後的結果 那就是什麼 最貴的 居然是在那個東部耶 然後其次 不過我記得應該 西瓜應該是產在中南部比較多吧 所以你會發現 反而最便宜的居然是在板橋 然後其次就是在什麼呢 三重 然後再來就豐原 反而就產地感覺好像比較相對貴 那原因何在 這個可能是不是跟它的量有一點關係 西瓜的量 也就是說 如果是不是說 產地再過來 其實主要 變成說 那個地方就集散地 就是等於是 廠商那邊 貨最多的話 那相對便宜 相對便宜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只需要什麼 西瓜架這個欄位的資料 其他西瓜量啊 西瓜架這幾個欄位 總共有四個欄位 我只要一個欄位的話 那底下這幾個不要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 再把DF1後面加一個中瓜弧 然後給它一個自創 自創的名稱就是給什麼 給西瓜的價錢就可以 如果我只要這個欄位的話 那我再加這個 那這樣子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它得到的結果就會只有什麼 只有西瓜的價錢這個欄位 其他的欄位資料就不會顯示了 那這個是把它做什麼 做D減排序 那如果你要地增的話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Ascending你可以把它改1 改1的話應該就地增了 或者是你把這個乾脆直接拿掉 有沒有這樣就地增了 那甚至你把這個什麼 我記得把這個拿掉 不加的話呢 其實好像預測就地增了 有沒有 所以不加就是地增 所以以後啦 假設你地增你就不用加了 不然加了等於 等於多一個動作 多一個參數 那如果你要地減的話 就Ascending等於0 或等於False 那再來的話 所以第一個完成的 排序部分 那再來第二個部分的話 它要怎麼樣 它要我們做 計算台北一市場的 這個什麼 西瓜的價錢 所以我要怎麼樣把台北一 只有針對台北一的資料 做取得 那剛剛好像跟各位講過 有沒有 如果假設我把這個全部列出來 這個先全部列 全部列出來的話 假設是這個 那我如果這個是全部的資料 假如說我今天只要台北一 這一列資料的話 剛剛好像有講過有沒有 至少有三個方法 至少三個喔 一個是用DF中瓜糊 就是抓哪一個到哪一個 不過如果只有單一個的話 恐怕還是要用ILOC OK 所以呢 我們的方法就是 至少兩個 那我剛剛有提過 第一個用ILOC 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用ILOC ILOC的話 直接怎樣 直接在ILOC裡面 放什麼呢 放你要抓的 這個 index的名稱 台北一 把台北一列出來 然後呢 再把它的資料 做print 其實做print它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在這邊把它print出來 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就是台北一的行情價格 那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你可以把這邊改成ILOC 但是呢 中國阿虎裡面呢 你就不是放什麼 不是放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index的名稱 而是算它是第幾個 它是第幾個 0 1 2 所以你這邊給它 輸入2就可以了 等於是我要第三個 第三個幫我把資料調出來 有沒有 它也一樣是 台北一的價格 台北一應該是這個 看一下應該會不OK 應該也是一樣 就把這個西瓜價 拉過來 對 10 然後這個是127 沒錯14 然後1 對 OK 所以兩個方法 在這邊的話可以 當然考試的話 它是考用ILOC 再來的話 它要我們做什麼呢 第三個部分 它要我們去 去修改那個 就是什麼 這個地方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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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把這個輸出了 所以1、2 剛剛剛剛是第三 第四的話就是 把三重四 改為三重區 然後呢 香瓜 改成羊香瓜 架跟量 然後重新再 列印出來一次 那特別注意喔 修改喔 不過這裡的話 修改的地方 你會發現喔 剛剛我們如果是 那個小黃的什麼 英文成績 因為它剛好 它的成績是在 中間這個區塊 中間這個區塊 是DATA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LOC 用那個LOC 可是如果說今天呢 假如說 它的資料呢 不是在這個區塊裡面喔 你就不能用LOC喔 那要怎麼改喔 才能夠改正確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把這個 這個剛剛這個 這個 第三個問題的 台北一先把它註解掉 我先把這個資料 print了出來 那你會發現喔 它主要要改幾個地方 改這個 三重四 改成三重區 然後香瓜架前面 加一個羊 所以其實就是三個地方 那可是這三個地方呢 它的資料在哪裡 其實主要在上面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喔 主要就要改的地方 是針對這個 這個變數 跟這個變數就可以 也就是說呢 我先怎麼樣 針對這個變數裡面的 第幾個 應該是第0個 所以引值0 然後跟Colence的第幾個 應該是012 第2跟第3 然後呢 把資料 蓋過去 所以呢 我們可以第一個 就index index 中瓜乎0 所以這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寫的方式是 針對這個index裡面的 第0個 改成 本來是三重4 直接賦予一個新的值給它 叫做三重區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那個什麼 把上面的一個 這個串列 改掉了 這個名稱叫三重區 然後呢 又怎麼樣重新賦予 你丟到那個data frame 很簡單 就是再把這個 串列呢 直接丟到 df.index的這個屬性就可以了 所以呢 這個地方特別之外 你就在這個index 重新怎麼樣 就再丟一次給它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 我就把index 重新改寫了 那同樣的方法 Colence 第2跟第3 有沒有 一樣啊 第2跟第3 前面只有加一個羊 丟過去 最後的話 一樣喔 把這個屬性有沒有 重新再丟一次就可以 點什麼 點Colence Colence 它這個屬性 重新再丟一次 丟的話 特別重要 就是整個 意思就是 把這個串列有沒有 重新丟了兩個值進來 新的 然後再重新更新 那這樣的話 等於就是說 它的index 跟它的 這個Colence 這兩個屬性裡面的資料 就變動了 那變動之後呢 最後我們再把它 creen了出來 看看結果 所以這邊 變動index 跟變動 那個Colence 那各位可以看到 變動完之後的結果 欸 各位可以看到 本來這邊是三重 4 這個時候就變區了 因為已經改了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什麼 本來是香瓜架 前面加個羊 我這邊有改 這邊也加了一個羊 那這樣的話呢 等於就是可以 再重新修改 這個欄位的名稱 跟它的index的名稱 基本上就完成了 OK 所以這一題 大致上 應該就OK了 那這一題完成之後的話 接下來 再來看一下 305的部分 這個 305的話難度又更高了 因為呢 這個資料 跟剛剛不一樣 怎麼說呢 剛剛的資料 是已經都給你了 但是這一題的話 跟各位講 它必須有一個叫 read.csb 我是把它放在 雲端上面 所以請各位 第一件事情 可能還是自己要先到 雲端上面的 那個 Python 3 擷取分析 證照這邊找到 有一個檔案 就是read 我是給它 它後面加一個 305.csb 這個 那 情況下呢 就直接把它按右鍵下載 或者點開來下載 就這個檔 OK 那 這一題比較不一樣 這一題的話 它是需要什麼 需要你 去把這個csb直接讀進來 放到這個什麼 data frame裡面 那這個時候就麻煩了 要怎麼樣把它讀進來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的話 你把這個csb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 它是亂碼 為什麼是亂碼呢 因為它編碼方式 前面講過 它預設的編碼方式是什麼 UTF8 所以如果你假設 不要讓它是亂碼的話 一樣的方式 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 它的編碼方式 改成ANSi 當然它 打開就不會是亂碼 那你會發現 也許你可以先觀察一下 這一題 假如說 你直接用程式來撰寫的話 其實相對複雜 而且你會發現 這個我先把它另存 我先為了解說方便 我先把它存成ANSi 好了 把它存成ANSi 然後存檔一下 那我先用ECL開一下給各位看 因為這個檔案 Ctrl向右 它到Z 所以是26個 這個 藍位 然後Ctrl向左 Ctrl向下 總共有 346 等於扣掉1 345 所以裡面的話 有345筆資料 那這一題的話 它主要要你統計什麼東西呢 其實它這邊的話 基本上呢 它要我們做的 就是先把資料讀進來 然後呢 做底下的五件事情 四件事 第一個的話 一樣呢 做遞檢排序 然後呢 顯示什麼呢 居住縣市的病例人數 居住縣市 所以你可能要找一下 這裡面有沒有一個欄位叫居住縣 有在這裡 也就是說呢 在345筆資料裡面 然後必須怎麼樣 把它的居住縣市 全部都算過 比如說屏東縣幾個 新竹市幾個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 如果你會用那個 樞紐分析表 假設 如果 這個動作 我們先不用程式的話 如果你在 以石油裡面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直接插入那個 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直接按確定之後 把那個什麼 居住縣市 拉到列標籤 再把居住縣市 拉到什麼呢 拉到尺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呢 就會幫你自動怎麼樣 把居住縣市 全部加總 不是加總 技術 幾個幾個 有沒有 其實它要你做的 在Python裡面做的 也是一樣的動作 只是如果說在 以石油裡面 直接可以用 這個 這個什麼呢 直接可以用那個 樞紐分析表代替 最後它還有做 要我們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幫我做D檢 那目前是什麼呢 目前好像是沒有排序 所以如果你要D檢很簡單 把游標放在B4上面 然後再按一下什麼 資料裡面有沒有 有一個叫D檢就是越來越少 那就Z到A就可以了 放在B4 按一下Z到A 那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名的話 就台北市 最少就加一市 有沒有 就OK了 所以其實 在Excel裡面 哇 有樞紐分析表 真的很幸福 太簡單了 但是 跟各位講 如果假設你是用Python 那你必須下語法 那怎麼下語法 那這待會再來講 其實在那個 Pandas DataFrame裡面 有一個方法叫Group By 其實Group By 就類似像這個的方法 然後點Content 就是等於是這個技術的功能 其實原理原則 基本上是一樣的 只是說我前面一直強調 一個是視覺化的 用滑鼠 一個的話 就是指令式的 寫成式 結果又不一樣 結果一樣 OK 那你說老師 那我就用滑鼠就好了 可是問題有一個差別 假如你今天資料是一個 你可以用滑鼠 或者各位數格 你可以慢慢拉 但是如果這個資料統計的數量 是幾十幾千 幾萬格的話 那當然你又不可能用滑鼠 慢慢每格都一直拉一拉 那效率一定是不髒 可是如果跑一個程式 全部OK了 報表全部做完 那他理論上效率一定是程式比較快 可是難度 當然程式也比較高 所以第一個 OK 他的問題在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是什麼呢 顯示感染人數最多的五個 並且要什麼 遞檢 所以這個又更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假設呢 我們用那個什麼 要切回 切回到剛剛這個 就是原來的資料 再來的話是什麼 路徑 他就會有 感染國家 那當然一樣 如果你假設是用那個 樞紐分析表做的話 就一樣插入一個 樞紐分析表按確定 找到那個感染國家 拖拉到列標籤 再把感染人 感染國家拖拉到這個什麼 值有沒有 這邊又出來了 那你要遞檢一樣 就跟剛剛一樣 資料裡面遞到A 比較好 把游標放在B4 就出來了 那如果你要什麼 你要前 這邊是全部 如果你要前五個就好了 五個喔 那什麼時候很簡單 在這邊有一個箭頭 列標籤這邊 你找到什麼呢 值得篩選 這邊有前十項 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 五個項目就好了 這樣就有了 結果一模一樣 有沒有 等一下我們要做的不是e-sale 我們只是說 為了解說方便 我直接先用e-sale 我覺得大家比較難要懂 但是如果你直接一寫程式 我還有很多同學 看看那個程度 到底為什麼這樣不知道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換個地方而已 好 所以這個地方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針對這個 哪個欄位呢 就是感染國家 阿蘭 這個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 台北市的病例人數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變成要縮小範圍 那怎麼樣是針對台北市 台北市的 所以喔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除了書納分析之外 可能你要再做一件事情 什麼是 你必須先把那個什麼 他居住的縣是 台北市先找到 所以可能我們要分兩部分 一個部分是先篩選 把游標放在f1 篩選的地方 把它留下 全選的地方 留下台北市就好 再把這個台北市 游標放A1 Ctrl Shift向右 選到向右 Ctrl Shift向下 整個選完之後 C 也就是說呢 你必須 假設我要針對 台北市的部分分析的話 你可以把篩選之後的台北市 再建一個新的工作表 給他一個名稱叫什麼 也許叫台北市吧 再做篩選 第二次的動作 就插入樹紐分析表 有沒有 其實你會看 就是針對台北市的那個什麼 他要統計的是各區 所以我們只要找到什麼 找到那個各區的人數 各區的人數 我們就統計什麼 他的應該是區的那個欄位吧 區欄位應該是哪一個 在這裡 居住鄉鎮 OK 所以你就把居住鄉鎮這個欄位 拖拉到列標籤 再把居住鄉鎮拖拉到值 然後他要地增還地減 他沒有 所以就是這樣子 反正就放著就是 他從40區一直到萬華區 然後會有個統計數字出來 OK 就大公告 最後其實他還有什麼 他要針對最後一個是什麼 最近病例日期 這題如果在Excel裡面做非常簡單 就把游標放在病例日 然後資料裡面 日到A就可以了 就這一天了 為什麼日到A呢 因為把最新的排在最上面 那就知道說 2018年的6月25號 是最近的一個病例日期 那就都知道了 那只是說 我們後面剛剛的動作都在Excel完成 可是考試的時候 是要你用Python完成 這四件事情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想Excel可能對大家來說 會比較友善一點點 也許你可以先把那個檔案下載 然後我剛剛是按右鍵編期 把它另存 因為如果你沒有另存成ANSRE的話 它Excel開起來是亂 那我們為了便利 我們先用Excel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同樣的 這個地方的話 主要是跟各位類比一下 因為大部分同學對Excel應該相對不陌生 可是對Python可能相對陌生 所以我們可以漸進的 也就是以後 假如說你在處理類似的狀況的話 你就可以利用類似的程式 也可以套用 在Python裡面 一樣可以套用出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好